男孩用力放了一个屁 瞬间点燃后面的喷火器 威力那是相当大 旁边的科学家都看傻了 原来他是一个屁神 分娩这天 仅仅一个屁 就将难产的自己崩了出来 晚上睡觉时 爸妈被他接连不断的屁声吵醒 刚打开房门 一股刺鼻的屁味扑面而来 差点将老爸熏晕过去 刚要进屋 不料大壮又放了个屁 直接将老爸吹飞 差点被书架砸死 为了活命 老爸用垃圾袋给大壮做了个屁兜 谁知他还是低估了儿子放屁的能力 没过多久 臭屁就充满了整个袋子 却被剪刀扎了个窟窿 随后就发生了地震 第二天 老爸想到个更好的办法 在大壮屁股后面 接了一根十米长的排气管 将毒气直接排到室外 这下应该没事了吧 可万万没想到 大壮被玩具吸引 撅起屁股去购飞机 结果管子被扯了过来 在空中疯狂地摇摆 最后停在老爸嘴巴面前 正当他愣神时 大壮又放了个屁 老爸被熏死过去 直接送到医院里 为了活命 出院的老爸开着吉普车 离家出走乐 眨眼间 大壮该上幼儿园了 怎料刚坐下 就放了个长长的臭屁 同学们纷纷离开座位 只有卷毛留在中间 因为他有严重的鼻炎 很快两人成了好朋友 而卷毛的出现 则改变了大壮的一生 他靠着250的超级智商 给大壮做了件无敌霹雳酷 他密不透风 将臭屁死死锁在里面 再通过PVC管 送到压缩的箱子里 从此之后 大壮再也不怕别人嘲笑了 就连平时忌口的黄豆 都能肆无忌惮地吃乐 可怪异的装扮 很快引来笑爸的注意 以为这是个宝贝 一把夺了过来 可刚打开箱子 臭屁就喷了笑爸一脸 为了大壮的身体着想 妈妈带他来到医院 经过检查 发现大壮竟然长了两个胃 谁知卷毛突发奇想 发明了一架神癖飞船 准备参加镇上举办的 绿色能源飞行赛 为了赢得冠军 大家拼尽了全力 结果全以失败告终 眼看比赛要结束了 大壮的神癖飞船 才姗姗来迟 在众人的期待中 大壮开始拼命放屁 果然在屁的作用下 飞船开始缓缓上升 并成功到达了终点 赢得了比赛 卷毛出色的发明 引起了神秘人的注意 一个电话后 他就被带走了 而这一幕恰好被大壮看见 唯一的朋友离他而去 因此他格外失落 这天回家时 听到胡子哥在练歌 可唱到高音部分 怎么都唱不上去 就在他郁闷时 楼下的大壮 忍不住放了个超长的屁 伴随着高昂的呐喊 胡子哥瞬间看到了希望 于是找到大壮 让他做自己的助唱嘉宾 面对大哥星的邀请 他立马答应下来 从此放屁王跟着胡子哥 开始在世界各地穿梭 而他的工作也非常容易 就是在胡子哥唱不上高音时 放个屁演示下就行 很快胡子哥凭借超高的唱功 龙升了世界第一 可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成绩却引来竞争对手的不满 可这天演出时 大壮意外吃坏了肚子 一个没忍住 连续放了十分钟的屁 直到音乐停止还没有结束 这场放屁风波 直接暴露了胡子哥假唱的面纱 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胡子哥的对手 他在大壮的蛋糕里 倒了一整瓶泄药 为的就是让胡子哥一败土地 这下目的终于达到了 但就在他上台揭发时 被屁崩坏的吊灯突然掉落 哭吃一下把他砸死了 就这样大壮成了杀人犯 法庭上 老师跟同学都来到现场 在举证时 校爸说 自己被大壮的屁崩出了脑震荡 就连老师都说 大壮的屁熏死过人 而靠他一举成名的胡子哥 也撇清了和他的关系 因此大壮被判故意杀人 可就在准备枪绝时 一辆汽车缓缓驶来 下车的竟然是带走卷毛的神秘人 他对狱长一番说教后 大壮竟被无罪释放了 随后就看到了卷毛 现在的他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太空科研队的队长 不久前一架卫星出了故障 导致空间站所有宇航员 都困在了外太空 他们之所以找到大壮 就是想依靠他的屁 来研制新能源火箭 救回流浪的太空宇航员 第二天 大壮就开始了艰难的体能训练 很快便应来起飞前的最后测试 只见科员队将一个特制喷火器 装在大壮屁股后面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壮双手紧握栏杆 用力一崩 身后的喷射器就放出十米长的火焰 随后科学家们纷纷鼓起了掌 实验结束后 大壮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黄豆 成功做伤了火箭 在大家的期待中 他一鼓作气 瞬间点燃了火箭 随后成功发射出去 最后大壮依靠自己放屁的超能力 救下了所有宇航员 成了一名家喻户晓的神僻英雄 两米高的巨人躲到柜子里 死死盯着前方 吓得瑟瑟发抖 一只大手慢慢袭来 离他只有一米 男人拔出匕首把他逼退 然后唧里呱啦说了一通 表示拒不投降 而对面只是个小男孩 他再次伸出手指 却被匕首划伤 小帅说 别害怕 我没有恶意 可大壮不停地挥动手臂 认为小帅是恶魔 这时老爸走了进来 他赶紧关上柜子 可再次打开时 彻底傻眼了 柜子里只有一个玩偶 大壮却不见了 小帅非常失望 默默地关上柜子 睡梦中 他被敲门的声音吵醒 急忙打开柜子一看 大壮又复活了 经过驴唇不对麻醉的交流后 大壮是印第安人 出生于1666.5年 这时他终于放下戒备 收起匕首 小帅打开电灯 他感觉非常神奇 随后小帅伸出左手 大壮一步步向前走去 双脚一用力 跳到手掌上 他是如此渺小 就跟孙悟空面对如来佛祖一样 然后把大壮放到桌子上 小帅拿来一个帐篷 让大壮在里面睡觉 可他根本没见过这玩意儿 用小手摸了两下 又框框踢了两脚 觉得非常硬 在里面睡觉 肯定会割屁股 小帅把帐篷放到柜子里 关上门再打开一看 塑料帐篷就变成柔软的蒙古包 虽然他还是不满意 也只能将就睡一晚上 小帅又有了新的想法 把柜子放到地板上 然后拉过玩具箱 打开柜子 把喜欢的玩具都拿了出来 放到柜子中 他非常兴奋 想看看他们复活后会怎样 随后关上了柜子 这是一个神奇的柜子 里面的玩具竟然打了起来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 闪电侠大战霸王龙 钢铁侠对战美国大兵 柜子不停地摇晃 突然他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将目标对准小帅 吓得他急忙关上柜子 把玩具都拿了出来 然后藏到床底下 把门打开一条缝隙 睁着眼睛睡了一觉 第二天 大壮吵着要见左大别野 小帅把他装到盒子里 来到院子中 把盒子放到台阶上 紧接着拿起一个托盘 把木头放到里面 突然听到大壮在呼救 原来他遭到母鸽子的袭击 小帅把盒子放到托盘上 急忙向屋里走去 将桌子拉开 把托盘放到地上 大壮一拳一拐地走了出来 原来他的腿受伤了 小帅找了个医疗兵放到柜子里 他缓缓转过身来 却吓了一跳 小帅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捧到手心里 然后扔到托盘上 他非常敬业 认真的给大壮包扎起来 小帅还拿个放大镜进行偷窥 包扎好后 医疗兵又回到柜子里 并且自觉地转过头去 大壮想见别野 小帅又找来绳子和铁钉 又把奥特曼放到柜子里 他还在蒙圈时 斧头就被抢走了 活了不到三秒 就又变成了玩具 还被随手扔掉 大壮看到这么大的斧头 非常满意 哼着小曲 开始建造大别野 小帅用牵手观音 换了个弓箭战士 等他回来时 房子已经建好了 这搬砖水平 一天最少挣200 随后拿出弓箭战士 把他放到柜子里 随后再打开 拿走他的弓箭 老人吓得瑟瑟发抖 捂住心脏 不停地颤抖 慢慢摔到地上 没了呼吸 第二天同学来家里玩 他打开柜子 一匹战马跑了出来 一匹受惊的战马 在桌子上跑了三圈 就是停不下来 小帅满脸惊愕 战马一个盘旋后 来到桌子边缘 随后紧急刹车 牛仔就飞到空中 幸好被小帅接住了 然后放到床上 他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所有东西都那么大 他爬到床边 看到了大壮 然后掏出左轮手枪 却被小帅提了起来 放到抽屉里 第二天小帅被吵醒 抬头一看 牛仔躲到斜后面 跟大壮打了起来 他俩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忽然牛仔的战马跑了 他急忙去追 大壮趁机射掉他的帽子 小帅见状 赶紧过来劝架 最后他们兵士前嫌 晚上他们看电视时 里面正在播放 印第安人被西部牛仔追杀 大壮看到同胞惨死的画面 非常愤怒 他弯弓搭箭 想去解救同胞 而牛仔非常兴奋 不停地大声吼叫 甚至开了一枪 大壮回头就给了他一箭 正好射中胸口 他从床上掉了下来 大壮这才意识到不对 小帅打开柜子 看到急救兵复活了 这才长舒一口气 急救兵过来查看伤情 发现牛仔胸口有个大洞 拿出针管 给他打了抗生素 随后包扎好伤口 牛仔终于醒了过来 大壮也明白 他们根本不属于这里 是时候回去了 早上他为小帅跳了一支鲜江舞 作为最后的告别仪式 随后两人走进柜子里 骏马一声思鸣后 两人摆好pose 小帅急忙关上柜子 再次打开时 他们就变成了玩具 如果你有这样神奇的柜子 最想复活什么呢 下集完